請劉委員建國詢問 詢問詢答時間二十分鐘 謝謝主席 有請兩位準題名人 兩位政府院長被提名人 主要先稱呼張主委 未來稱呼張院長 還有我們的孫主委 未來的孫副院長 個人表示對你們兩位的敬重 因為畢竟可以被現任的總統 提名為監察院的政府院長 已經以其由來一定的資歷跟經驗 謝謝 那當然我希望 現在總統對你們的這樣的重視 然後台灣的人民也會期待 監察院換了政府院長之後 這個監察院要有不一樣的作為 所以等一下會有幾個問題要詢問 請問你們 那當然是對事也不對人 我要特別提到就是說 兩位在回答本黨團的一個題目裡面 有特別針對監察院是不是該會或不會 那我記得我們的張主委 回答是不要 不要 不可廢 不可廢 那孫主委 得達悟 尊重憲華 是 那兩個顯然有不一樣的意見 沒有修憲之前當然不可廢 蛤 依據現在的憲法當然不可廢 是啊 不是 但是這個是請教兩位的意見嘛對不對 那這個意見當然沒有是一個前提嘛 這就兩個人的看法是什麼 我是說兩個人的意見就不一樣 那未來兩個人攜手進到監察院之後 會不會有很多的意見會不太一樣的 那就糟糕了 報告委員 我們意見沒有不一樣嘛 還是不一樣 憲法 然後現在 不是 那個題目沒有設前提 我剛才講的嘛 未來的院長也是 也是應該可以接受我這樣的論述 對不對 對 那我是說我會擔心嘛 就是說未來兩位進到監察院之後 而院長的意見跟副院長的意見不一樣 那顯然會很糟糕 不會的 因為我們 一般都會聽大家的意見 然後再做最後的決定 我過去服務的單位 我都是這樣 都開放給大家來提意見的 包括我 如果是不會議的話 我連課長都請他們來開會的 不是 我是當然我會提這個問題 可能有我的看法 就是說 政府院長如果意見 會不同的時候 未來這個監察院的領導 就會出問題嘛 就要譬如院長的意見 是已經決定了 那結果副院長 可能還有一些意見 那可能在開會的時候沒有講 是你家用原住民的話就罵了院長 院長也聽不到清楚 會不會這樣我不曉得 當然我們不喜歡這個樣子 那為什麼 張主委會議覺得說不應該會 剛才你已經講到一個狀況嘛 就還沒有修之前 就不應該會嘛 那你個人呢 你個人覺得 現在不提憲法有沒有去修改 你個人覺得呢 你的不要會的理由到底是什麼 其實目前的監察院做很多的事情 只是他們沒有讓外界知道 他們所作所為 所以一直被認為說 他們沒做事 沒做事就該把他們廢掉 是因為這個是主要的原因 尤其像是彈劾案 你彈劾了送給司法院的公務員懲戒會 那麼公務員懲戒會 他們有一定的步驟在進行他們的審核 結果呢 時間拖久了 或者是他們的決定跟彈劾案的成立是不一樣的 那麼變成彈劾案沒有真正的處理 那外界就認為說 監察院沒做事 這是外界講的 院長我對你提出來 我並沒有講監察院沒做事 不是我是說 一直被外界認為監察院沒做事才要廢啊 如果有做事怎麼要廢 這是外界啦 但我請教你要不要廢 我並不從這個角度去思考 那我是不是簡單講就是說 監察院一年的預算是多少 預算是沒有關係 很省嘛 七億 七億嘛對不對 那你知道一年平均的彈劾案 總共幾件 不能說彈劾案 你到時候要先知道嘛對不對 我們在細項來討論 究極的案件 什麼什麼案件 這個我都可以接受 差不多超過幾件 從王院長一直到現在 彈劾案是不多 但是他每年接受那個 人民的陳情案件就兩萬多件 所以民眾還是對他們有很大的期待的啊 我現在齁我想 我現在齁 唐和案 從 97年 97年到 103年 103年的5月 就是今年的5月 唐和案就有142件了 才142件嗎 如果唐和案太多的話 不不不不不 你們數據可能有些錯誤吧 142件沒錯啊 蛤 我這邊怎麼比你們還多 我還覺得監察員比較有作為 數院案是很多 不是我是說彈人 數院案是每年兩萬多 對 唐和案是142件 唐和的278個人 其中包括選任的8人 特任的30人 檢任的137人 將官13人總共117人 好沒關係啦齁 那我這邊數是200件齁 那當然我如果要去講說 那7億平均好像一件唐和案要花了好幾百萬 並不是只有他 你先聽我講完 你不要你不要氣痛嘛 欸主委我應該對醫生客氣了齁 你不用客氣好嗎 謝謝 我說話也不敢說齁 所以請你放心齁 我是要說齁 如果說依照這樣來計算 那當然還要像你講的人民的證據案件等等等 因為 監察院 有整共有幾項職權 列舉出來 就是幾項 就是 唐和州局州政 還有審計 不是啊 你們監察院主要的職權有幾項 你跟我講幾項 不要講內容可以吧 不要講內容可以吧 就是 就是 糾舉案 糾正案 唐和案 然後 還有 接受訴願的處理 然後是 陽關釋法 這個都是 他們的職權啊 OK 總共幾項 我只是問你幾項 我沒有問你內容 加起來就9項 9項 不只啦 依照憲法徵修條件的規定 應該是有14項 的職權 我們當立委有職權有幾項 對不對 一般的民一代都有一個職權 總共大概上有幾項 那我這邊是14項 你只有9項 把它再分開來 就還有啊 還有審計權啊 我是依照法律 來跟你討論 你要怎麼分 這個 你當了院長之後再分吧 應該是這樣 那這14項裡面 那當然 在糾舉 彈劾 糾正等等 還有人民陳情案 在7億的經費裡面 基本上 我們還是會看到 這 所有的職權的各項的 績效 成立的案件 然後去換算 他的一個主要的一個經費 的成本嘛 不過還是要增加給你們 如果今天監察院是因為經費不足的話 那我覺得應該是要辦你最佳 你當了院長之後應該去做改變 所以我是要跟你討論的就是說 如果 如果今天你當了院長 還有孫主委當了副院長之後 這個監察院要怎麼彰顯功能 要不要從預算的角度去做思考 要不要從很多的歷年來 往院長的任內 這實質上職權 你們在執行過程裡面 就剛才你看的那個數據 去做了一些調整 也簡單講 監察院到底 你們兩位當了政府院長之後 要不要改革 要改革要從哪邊開始改革起 你第一 認為要不要改革 如果要改革 要從哪邊做起 是不是可以簡單講一下 我覺得職權的內容 並不需要改變 而是職權在處理的過程當中 所涉及的法令規章 有些是需要調整的 所以執行面 你覺得是必須要調整 那現今的職權 是現往互語的 當然你就不需要去做調整 但是依照你的比重 你會怎麼去做調整 這個 你要不要簡單回答一下 目前我還不知道 但是我是說 處理的內容 如果涉及法令規章 好像我剛剛也曾經答覆過的 就像彈劾案 你送到司法院的工程會的時候 如果他跟你拖久了 拖久了或者是他的決定 跟我們彈劾的內容是不一樣的 那人家以為說監察院說彈劾結果是零啊 像這種法令規章 是不是要跟司法院有所溝通 讓這個工程會的處理的程序 能夠有效率一些 不要讓監察院背黑鍋 這也是一個法令規章 所以應該要處理的範圍之內 那個是在院長 主委你現在的講法裡面 就是未來的執行面的這種 處理的方式 但是我要講這個問題 可能我要延伸到 有關於監察院有相關的適用法律 你知道有幾項嗎 他有憲法的規定 有監察法 有審計法 還有其中的一些細則都是啊 還有陽關事法 包括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公職人員利益迴避 你知道有一個叫監察院 監察委員 行署辦事細則嗎 抱歉 監察院 監察委員 行署辦事細則 好 那OK 那這個監察院當時依照這個細則 全國畫文有幾個監察區 他是分區巡查 對 依照這個細則 化成幾個監察區 應該是還有金馬吧 這個我沒有注意一下 我看直接就跟你講了 他畫17個監察區的 那你知道為什麼畫17個監察區嗎 這個我不清楚 不清楚嗎 那我就必須要跟院長講 要改革了 像這個東西就必須要改革 因為他是按照 當時中華民國在 中國在大陸的時候 依照36成 去化成17個監察區 如果這個就要改 這個我同意 該改嘛 這個我同意 不只這個呢 還很多 所以我希望你們 應該最相關的這些 你們未來 要依據的法律 已經不合思議 民國37年的東西 還到現在 同意 這個同意 所以改革 我剛才不是講說 不是從你們的質詢裡面去做改革嗎 但是很多事情 好像奇怪 一個監察院 怎麼會 用這樣子 不合乎實以的法律 不合台灣現今狀況的法律 然後 去做依據 然後你們不清楚 完全不對 這樣會出事 你們兩個告訴我們 不知道要完結嗎 到時候要重新化分的時候 會不會化 原住民要化大區一點 監察區大一點 不會不會不會 然後一般先是化小一點 然後直下市 又來跟你講 欸院長 你以前也小時候 養的養長 對不對 還可以哭嗎 當然 要看你們怎麼自己決定 要去判斷 但是不可能說 哪有依照民國37年 以中國36省 來化監察區 莫名其妙 本莫導致 所以今天王院長在講說 監察院該會了 我覺得該會 但是從他的院長 的職務先會起 我到時候 我就是做這樣的挑戰 如果說今天 你們依據的是 舊的法律 然後你們還當了院長 當副院長 都不曉得這種狀況 你怎麼有夠資格 當這個院長 如果有這種 舊的法律規章的話 我提醒你喔 已經不止了喔 已經不止了嘛 對不對 對這個一定要改 所以當年我們要去監察 我們要當年 對人家去提取糾局 彈劾糾正的過程裡面 我們自己引用的法律 都已經不合適宜 我們怎麼去做事情 對 我只是講一個點 其實這個點 延伸很多事情 時間關係 我剩下氣溫多鐘 我要再請教 副主委 你知道在94年96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當主委 我不太清楚 但是這個事情 你也必須應該有聽過 關心 就是原住民 他有一個 人力上 就業的建制 系統 對 原住民 有一個計畫 對 有一個計畫 那這個計畫你知道 執行什麼狀況 然後後來 遇到什麼狀況 我印象裡 因為那個時候我還沒去 我是98年才到原民會 所以 我只知道是後來 他有完了以後 他的執行跟更新的部分 那些資訊更新的部分 有問題 所以要讓他能夠處理問題跟反應現實 是有一些落差 後來原民會有去把它加以重新的整合 讓他能夠運作 我了解的狀況是 有運作嗎 我印象裡面 後來經過調整以後是有運作 蛤?有運作? 對不起 你什麼時候就任原住民的主委 原住原民會的主委 98年 98年 好 到幾年卸任 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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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2012 對 2012的7月 2012是101 2012是101 2012是101嘛 去年 2013 OK 我簡單可以提醒 94年9月到962月 總共花了我們人民納稅錢 1億960萬 發包 分了三級 做兩級之後 腰折 然後徹查 顯有官商勾結 後來監察院提出糾舉 那糾舉之後要求他們限期改善 因為 這個叫做 建制原住民人力資料庫 即職場安全網計畫 因為社有未見職者 其效能過低情勢 所以被 行政會被提出糾舉 然後 再來 再重新辦理 100年再重新辦理花包 102年 1月1月完成內部的 叫做什麼 就位服務員專員資料庫 從101年 都是在你的任內喔 8月23開始啟動人力資料庫 某家公司得標 2年一標 但是後來到102年7月23 被解約了 解除 你知道這個狀況嗎 那個仔細的狀況 我很難說 我只知道這個案 以前前後後 所以你剛才回答我 就等於 你說這個案已經有在執行 基本上它是沒有在執行的 因為一直想把那個 花了那麼多的錢 而不能夠運作的這種情況 對 那你剛才跟我回答是有運作嗎 對不對 後來是有在運作 沒有啊 那有運作 如果運作有困難 一定還有別的原因 這個案件被監察院 當時提出糾舉 我印象裡面我們 糾舉的時候 你也在當 糾舉之後 你在當了圓民會的主委 對不對 然後這個案 你現在卸任的 我提醒你到現在 是沒有辦法依據 當時所花包之後 可以建置的這些資料庫 去讓我們圓民會 去做任何的一個參考 Data的相關的資料 那你跟我講說 已經有在處理 這不對的啦 我是提醒你 那我要講說 那今天被監察院糾舉的結論 好像沒有什麼事情 應該有去說明 因為那個時候 應該是我們的副主委 有去做說明 報委員 這個有一些細節啊 我也怕說這個說錯 好 沒關係 那你當了副院長的時候 對這個案件 要不要重啟調查 這個 如果他有這樣的弊端 對不對 如果花了人民的一多錢 針對原住民的整個職場上的一個 能力建制的安全網 那當時的監察院曾經糾舉 那糾舉之後 就是因為政府沒有效能 未經執責 那也沒有相關的官員被懲處 那可能後來就是解約了 那請有沒有追回來 那沒有追回來 相關的人員是不是要懲處 你當了副院長之後 你要不要針對這個案子 重啟調查 我會去了解 好不好 我會注意去了解 你要去了解而已 那了解之後呢 沒有作為 就看實際的情況 看實際情況 如果就像我講的這種狀況啦 該不該重啟調查 如果像委員所提的 這麼是這樣的狀況 當然 就應該要去調查 但是我覺得前提還是要去了解 因為這個很多的細節 應該要 要弄清楚才行 這個也是個人權的保障 當然要弄清楚啊 當然弄清楚之後 我是想說 我倒是要跟你講 有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如果當你當的副院長說 這個案曾經被監察院揪舉過 反而我們政府沒有辦法去追討這筆款項回來 然後當時所建制的這些人力的安全網 這些data資料 我們政府沒有辦法 可以依照他當時建制 因為三期他只有做兩期 也沒有辦法去做任何的參考性質 那就白白浪費了人民納稅錢 那當時相關的官員 怎麼都沒有什麼事情 後來我知道有再另外另一個新案啦 對那個說應該是 因為他要挽救這個 那麼那麼龐大的資料 但是哪有另一個新案 前案就 欸 不了了之 怎麼可以這個樣子欸 那監察院的揪舉是什麼功能 所以 我在提醒這一點 也是跟院長 未來的院長提醒這一點 如果監察院的揪舉 是這麼樣的 沒什麼事情 那你也不用揪舉了 倒不如把一些成本花費在別的地方 還比較好 所以我說監察院不改革 很奇怪 那你到底要從什麼地方改革 不是只有依據相關的法律 就有法律做改革 還有你們 針對你們14項職權 甚至院長你所講的 可能再延伸其他相關的職權 如果有些職權根本 就沒有作為 就沒有辦法去嚇阻公部門 在整個行政機關 在作為的過程裡面 去得到應該有的錯誤的懲罰 還是說未盡職責的 這樣的一個處理的話 我覺得有些事情 是應該去做一些調整啦 我不希望現在的 一個監察 未來的一個監察院 跟現在 王院長所領導的監察院 是一模一樣 這樣就 換頭不換搖了 台語又說了 更難聽了 所以我們也不要 孩子你穿大衣就對了 孩子你搬大車 台灣就這樣而已 台灣現在 不好意思 請你請教一下 台灣是幾個縣市 六個直轄市 院長你回答我 total就好了 你回答我total就好了 total還是22個 total還是22個 哪有22個 沒有吧 怎麼會有22個 他是六個直轄市 三個省轄市 還有其他縣 全部的包含直轄市 省轄市 那關金門馬祖 對啊 是22個 你確定喔 確定 那原本是多少個 還沒有變成五都之前 因為桃園是 直升的啊 對桃園直升啊 新北是直升啊 對啊 但是台南縣市是 合併 那個以前就合併了 不是現在合併的 我說現金的啦 現金的 對 22個 是嗎 是 應該18吧 沒有那麼少 沒有那麼少嗎 你再了解看看好不好 好 那如果是只有這個樣子 不管是18 22 你是不是針對那個監察區 要重新做話不能 好 這個我們 如果能夠進去的話 一定 時間剩下 11秒了齁 29個監察委員 包含政務院長 你贊不贊成政務院長 也應該下去查案 不然只剩下27個 如果重大的話 我不反對 請給我 小朋友 請你 我先不再去 好 請請給您 感谢观看